第一个是被攻击的意思 耶稣说过有一次的三十八年恶患者 耶稣说你不要再犯罪 免得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这个就是攻击 你犯罪的时候你就遭遇得更加厉害 哪里来呢? 应该就是撒但魔鬼离 当你犯罪的时候被魔鬼留地 然后病更加严重 另一个问题就是遮盖的问题 这个是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就觉得你一定要有遮盖 其实遮盖的意思 有一个最起码的层次就是 不希望有些人不知道他哪里来 去到不同的地方宣教 他就在做很多工作 而他又没有一个 英文 accountability 就是没有一个交障的情况 就是说 到底他是不是一个中心的基督徒呢? 他有没有中心做他应该做的事 所以他教导是否可以检查 是根性经 就是说他的生命是有人去看到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遮盖的其中一个原因 那这个原因呢? 其实你和我一起已经是遮盖了 如果不是你会被邪灵攻击 那这个观念呢 我又不否定 我又不认同 因为为什么呢? 我不肯定 圣经所说是否这样的意思 其实圣经是没有说到遮盖的事情 圣经是有说到 我们做的事是要 我们说的是要顺直的真理 还有呢 保罗社书信都说 你要接待这个人 这个人呢 我们知道他的生命 那这个也是一种遮盖 就是知道他的生命是没有问题的 他也有很多时候 在教会派他去 那我们其实在这里 都是有一个遮盖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因光堂都知道我们做的事 对不对? 我本身 我也是一个神学背景 验证 就是我教导的 和验证你们 都是用圣经的神学去验证的时候 就是说在神学上 教导上 你也是有遮盖的 而我自己呢 因为我在 因光堂他也听过广道 这里的人 也有不同教会的人 也听过广道 其实本身广道的时候 也会有人 看到他的广道和行为 还有这里有传道人 身处光也是 我在那里也是侍奉 所以这些都是 我的遮盖 因为这些人都是 看到我所做的事 是认同我所做的事 于是我做的事 第一就是 在这个教导上 是合同圣经 第二就是 都不是好像自己 亂去 去四维 去 华中正座 而是 都是有人 就是我们 教会 认同我所做的 是好的 所以我已经觉得 是OK的 好了 但是如果去到一个位 例如有一个人 他四维去 他需要什么遮盖 我觉得第一点 应该有的 就是他应该是有 参加一个教会 就是他有一个教会 他有局师 知道他的信仰 或者他参加了朋友 知道他的信仰 那此外 他还需不需要 猜派呢 是否需要猜派 他才可以去呢 那这一点 就是 我就觉得 是一个不是 绝对性的 就是有些人就说 好像 你的教会一定要猜派 你才可以去 事实上 我知道很多人 就是没有这个情况 他在传统的教会 根本没有人猜派 他自己去 那 我自己就觉得 他做神的功 因为耶稣都没有说到 你去捆轨的时候 他只是说 信的人有神迹随着 就是奉我便捆轨 他并没有说到 你要有遮盖才去捆轨 他并没有提到这些东西 就是在圣经里 没有说到这些东西 所以 我觉得 这个 是一个 可以说 一个 习惯 也有这些说的原因 就是 他不是怨灵 有人看到他的信仰 但至于 是否一定要教会 说我猜派他 他才可以做 这个要不要做 我不觉得一定是 事实上 我知道 在香港 有很多人 他们经历圣灵 跟着他在家 开始开些聚会 是没有人 他的教会 可能是传统 他不自己去开聚会 是没有人叫他做 他就是自己去做 那 到底这些是否一定有遮盖 我自己又觉得 不是一定的 是否一定要他 事奉一定有遮盖 我不觉得一定 但我又不否认 那些人所说 他们做 他们是否照做 他的事 我又不会反对他们 那我又觉得 我都尽量去 让我做的事 是公开 有人知道我做的事 我是有 accountability 就不是一个 好像 飞来飞去 人家都不知道 是谁的人 那时候 你在这个群体 都是一个 accountability 所以我们都不需要擔心